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日本江户时代的女性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开设幕府 标志着诸侯歌剧混战,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宣告终结 日本历史从此进入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也是最繁盛的时期 为了巩固和平时期的统治,江户幕府制定了诸如五家诸法度、诸氏法度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确立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封建家制度 从而建立了江户时代的统治体制,幕藩体制 与此同时,幕府也认识到,要确保大明对将军的绝对忠诚 仅仅依靠强制性的无力高压政策并不够 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教化,积极倡导儒教 用其修制思想和忠效伦理来教化臣民十分必要 而当时,以诸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因其能够适应幕府统治的需要,逐渐被推崇为官学 江户时代初期,著名的儒学者藤原信沃 曾多次受到将军德川家康的召见 为其讲解儒家的金氏治国之道 藤原信沃的弟子林罗山则作为幕府的儒官 致力于推进初子学教育 到了林家的第三代,也就是林罗山的孙子林凤岗时 林家子孙开始世袭大学头之职 负责掌管幕府的文教事务 日本儒教的发展,也由此迎来了辉煌的时期 然而,从女性史的角度来看 木番体制的确立和儒家思想的兴隆 却导致女性地位的遗落千丈 日本女性彻底沦为了男性的附庸 在当时的家制度下 女性被视作为家族生养继承人的借妇之物 她们只有恪守、为嫁从妇、计嫁从妇、夫死从子的儒家妇道伦理 才能在夫家求得一席安身立命之地 女性社会地位的沦落 使得她们在政治上难以再现女帝世纪的辉煌 在文化领域也不像平安才女们那般活跃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 却出现了一位出身低微又能左右将军继承人人选 并开创了将军的后宫 大傲的各种法度的传奇女性 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女主角 三代将军 德川佳光的儒母 春日局 春日局原名阿福 父亲翟腾历三 是战国枭雄知田信长的部下 明智光秀麾下的一名得力部将 1852年 在阿福四岁时 明智光秀发动了本农寺之变 杀死了知田信长 之后 丰臣秀吉以讨伐逆贼之名 打败了明智光秀 宅腾历三也被处死 父亲死后 阿福和母亲 姐姐 无家可归 为了躲避追捕 他们四处逃难 过了六年的逃亡生活之后 他们才在京都找到了落脚地 投靠了母亲的亲戚 公亲三条西十条 1591年开始 13岁的阿福成为三条西夫人的侍女 学习了贵族社会的礼仪和茶道 和歌等技艺 而年幼时的苦难经历 不但磨练了阿福的意志 也练就了他坚韧的性格 1595年 17岁的阿福 在姐姐去世之后 由母亲做主 嫁给了姐夫 导夜正成 做祭室 1604年 二代将军 德川秀中的敌长子 如千代 也就是后来的三代将军 德川嘉光 出生了 幕府对这个未来的继承人 十分重视 专门派人为他物色合适的儒母 在当时的上层社会 有将孩子交给儒母抚养的传统 儒母不仅单负有哺乳的职责 还肩负着教导幼主 学习基本的礼仪规范的职责 与此同时 儒母所属的家族 也会成为忠于幼主的家臣 正因为儒母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 为竹千代 选拔儒母的事情 就由他的爷爷 也就是江户幕府的开创者 德川嘉康亲子过问 而阿福之所以能被选中 一方面 是因为他刚刚生下四子 具备成为儒母的资格 更重要的是 他出身五家 又精通贵族礼仪 在史料 春日局游序中 记载了 德川嘉康对阿福的高度评价 身为儒母 阿福也确实尽职尽责 竹千代 由于体弱多病 挑食严重 为了让他能够健康成长 阿福下了很多功夫 相传 他还为此专名发明了一种七色饭 实际上 阿福不仅在饮食起居上 精心照顾竹千代 还曾为他顺利当上幕府继承人 陛下了汉马功劳 原来 竹千代虽是长子 却不如弟弟国宗 讨父母的欢心 幕府的家臣们 很多都见风使舵 去奉承弟弟 而冷落了哥哥 虽然作为嫡长子 继承将军之位 是情力之中的事情 当时 将军夫妇偏爱幼子 有意让弟弟取而代之 因此 围绕将军继承人的问题 幕府内部 也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 在这种紧要关头 阿福不惜冒着 违反幕府法令 而被惩处的危险 贾介去一世神功 参拜之名 离开了江户 偷偷来到了郡府 夜间 隐居在此的德川家康 在春日局的传记 《春日局》游序中 记载了他 拜见德川家康时说的话 此时的德川家康 已经退位隐居 被尊为大寓所 但实际上 仍然掌控着政权 他受藤原新沃等 儒学者的影响 认为 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 是维护幕府统治的基石 所以 所以他主张 立敌长子为继承人 于是 在阿福来访后不久 1611年10月24日 德川家康借狩猎之名 亲自来到江户城 当众决定 立竹千代为私子 1617年 竹千代搬到江户城西支湾 成为未来将军的唯一人选 1620年 竹千代正式更名为 德川家康 三年后 他顺利继位 成为德川幕府的 第三代将军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阿福虽然只是 儒母的身份 却在将军继位的过程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他以身犯险 嘉光能否顺利成为 将军接班人 上十位之术 而当时的德川幕府 也极有可能因为继承人之争 发生内乱 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被人们视作是 影响日本历史发展进程的 关键人物之一 在阿福的有生之年 三代将军 嘉光都十分的倚重他 1623年 嘉光即位之初 就任名45岁的阿福 为将军的后宫 大傲的大总管 大傲中 主要居住着将军的正式 御台所 以及诸位侧氏 侍奉的各类侍女 达到三千余人 为了免除将军的后顾之忧 阿福致力于整顿大傲的秩序 在他的努力下 大傲的相关法度 得以逐步完善 不仅如此 当时 各地大明为了向将军 表示忠心 都将家眷送到江户城中居住 阿福作为大傲总管 也时刻密切监视 这些大明夫人的动态 不管哪家婚丧嫁娶 收养 义子 义女 他都会以大傲之名 热心介入 而他这样做 正是要从内庭入手 加强对各大明的控制 以达到稳固 幕府统治的目的 在阿福的治理下 大傲越来越成为 当时幕府的一股 重要的政治势力 1629年 阿福代表幕府前往京都 夜见天皇 被朝廷正式赐予了春日局的封号 此时的春日局 也早已不再仅仅是一名儒母的身份 而是成为一名 最受将军倚重的女政治家 她与当时幕府的重臣 松平信刚 柳生宗聚 并称为支持幕府施政的顶足三人 而她的事迹 也通过德川时迹等 江户时代史书的记载 而流传至今 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